像《我是歌手》里面那个烛光里的妈妈就是被侵权了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? 我不知道啊 就是原作者把女权给告证 还告了这个《我是歌手》这个节目组 我知道这些白果干嘛呀 那你会因为涉及到会翻唱 会涉及到这个版权问题 请不要问一些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,行吗? 他们可能不会说公司侵权 他们可能会说杖文杰唱什么什么歌 我们可以结束了吗? 没事,你就说一下这个翻唱东翻唱的问题 这位一直在问一些我回答不了的问题